可爱兄妹俩的足筒新玩具 看到鱼可叼着足筒走到一边来 还以为她真的长大独立了呢 确实是独立了 但只是独立了几分钟而已 妹妹过来之后呢 可可就挪了一下身体 本来以为她第二次挪的时候会挪得远一点 结果她直接坐到妹妹的怀里去了 爱姐这个柔弱不能自理的哥哥呀 爬个树还得踩在妹妹的背上 爱姐此时的表情虽然有一点无语 但是自己的亲哥哥还能咋地呢 从着呗 而且还是年雄精柔弱不能自理的哥哥呢 兄妹俩爬树 非得一个上一个下 大家都是国宝 凭什么我让你呀 不行就打一架呗 谁输了谁就让路 看兄妹俩在一起的吃播看多了 发现鱼可在干饭的时候会一直盯着妹妹 而爱姐呢就会更加专注于干饭 基本上不会看向哥哥 可可这是因为宠溺看妹妹呢 还是随时准备计谋 怎么去抢妹妹手里面的吃的呀 跟二叔妈妈分开之后 独立自强的爱姐 有时候也会去连哥哥的 哥哥在睡觉的时候 爱姐也会过去贴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